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Scarbertry的一个简单的物件设计方式 那在进入Scarbertry之前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在设计物件思考的一些过程 希望对大家设计物件的部分呢有一点点帮助 这只小狐狸是当初橘子老师到花莲来上课的时候我第一次做的物件 通常我在设计一个物件的时候会从身边的生活里面去截取我想要的物件来做设计 比方说我非常喜欢狐狸 然后最近因为有迷胜健身的关系所以呢上了蛮多杠铃课 那所以在制作的时候我就把狐狸跟杠铃组装在一起 那建设大家在做设计的时候也可以从身边的各种物件喜欢的动物啦喜欢的东西啦来做发想 那再把各种不同喜欢的东西组装在一起 这时候就会是一个不错的作品 那做了这个小狐狸之后我想到之前橘子老师到花莲来开第一次课程的时候呢 有教大家做了这个有关节的鱼跟动物 那我就想如果在半平面也就是半3D的物件上面可以装上这种这个一体成型的关节 那为什么在这种全3D的立体模型上面我们不能试试看呢 因为这样子又可以省下组装的时间还有分件的时间 所以我就从这个橘子老师给我们的这个关节里面把它放到Scarpachy里 然后试着去跟它组装起来 那这一支呢就是我在做的第一次做的试作品 可是当初因为在制作的时候这个关节没有安装的非常好 它有一点点内巴的关系 所以在导致它在举杠的时候只能举到一半就上不去了 这一支是第一次续做的 那有了这一支的经验之后我做了第二支 这一支是第二支 我们会发现它的手明显的稍微瘦了一点 因为我觉得这个太粗了 所以呢我把它的手变瘦了 然后呢在杠的部分我也让它有一点点加长 接下来我把关节做了调整 那这一支就非常成功的往上举了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这支的尾巴呢 其实是有一点拖在地面上的 那我为了不要让它看起来这么垂头上气 我也把尾巴做了一点点微调 让它微微往上翘 所以这一支其实后来就是可以成功举起来 非常没有问题的一支 那接着呢我就想好啦 那我希望呢可以为学校做一个象征物的小公仔 所以我就画了这个小男生的头 这个小朋友的头 那小朋友的头画好之后啊 我就全给我老公看嘛 那他看了之后就问我说 诶你在画Rick吗 是Rick是谁呢 是我们健身课杠铃课 Body Bomber的教练Rick 我说干嘛画他呢 不过他既然这么讲了 我就把它组装在这个小小王 这个杠铃狐狸的身体上面 其实他们是同一个身体 那就变成把尾巴拿掉之后 就变成一个举杠铃的小朋友了 那这一支呢我也有印给杠铃教练一支 他应该不会误会我暗恋他吧 嗯 好 好 接下来因为是鼠年的关系 有了这几支的经验之后 我有一点大胆起来 所以呢我就想好了 那我来画个小老鼠好了 所以呢我就画了一只小老鼠 不过这只因为是 有点透明色映的关系 所以比较看不清楚 我画了一只拿着元宝的小老鼠坐着 那接着我又觉得 诶这元宝有点小 所以呢我把元宝放在下面 让他站在上头 可是这其实是有点失败的 因为呢他的脚太细了 这个地方如果没有做支撑的话 其实在列印上会出问题 但是做了支撑呢 在拆支撑上又非常的麻烦 所以我又做了一个改良 我改让他坐在元宝上面 这个是这一只的过程 那坐在元宝上面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他其实都是对称的 那我就想啦 如果我不想让他对称 我可以怎么做呢 于是我把对称线关掉之后 做了一点调整 让他躺在这个元宝上面 就变成了这一只 那躺在元宝上面之后 我就想既然我有杠 而且又有关节 我何不试试看把这两个东西 组装在一块呢 于是就做出了这一只 用脚举杠的小老鼠 躺在元宝上 用脚举杠的小老鼠 所以从这个过程 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只要你有一个开头的发想 从生活的物件里面 做一个组装跟拼装发想之后 你就可以针对他做出一连串的延伸 然后因为有了这个小老鼠的经验 我画好了这个鼻子跟嘴巴之后 我也觉得都是镊齿类 那小兔子总能做吧 我非常喜欢爱丽丝梦游仙境 所以我就尝试着画了一只怀表兔 这是第一个版本 那这只怀表兔成功之后 因为有杠铃嘛 那于是我什么东西 都想让他装上杠铃 可是这个小兔子会有一个问题 如果让他上下举杠的话 大家可以发现 为了衔接这个关节的部分 我在这个手的地方 肩膀的地方做了一个公主秀 因为如果直接支撑在身体上的话 他的两只手会非常的接近 以至于看起来很不好看 太窄了 那如果要接在这个两边的话 他又没一个支撑点 所以只好不得不做一个公主秀 但是在做这个兔子的时候 我不想再做公主秀了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不自然 所以我把关节改了个方向 让他变成是左右拿哑铃 把这个杠缩小变成是左右拿哑铃 那左右拿哑铃它就变成是做飞鸟式了 这个是飞鸟式的小兔子 后来我用这个名要的古铜色线材印了这一只 名要的线材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跟其他的真的没有办法比 然后呢 这是大只的小兔子 最后是这一只 呃 Kiwi鸟 这只Kiwi鸟呢 因为有杠嘛 我就什么都想给它举个杠 你就知道这个杠 呃 经济效益多高 所以呢 我就让它的脚举杠了 那这只Kiwi鸟很特别的是 因为这个斜度呢 没有非常的大 那所以包含它的嘴巴是完全不需要支撑就印好的 那以上这个就是 呃 我在制作这些物件的过程 设计的时候一些思考的逻辑 那希望对大家在制作自己想要的物件或者是公仔的时候 在制作上能够有一些帮助 这些物件的不需要支撑就能够了